大家好我是Soma Maren 很多妈咪请我分享小朋友的国小的英文考卷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她上学期的期末考 和这学期期中考的英文考卷 先说一下松儿她是念新北市公立国小的一年级 所以她一个星期英文课只有两节课 她都没有不过英文 但是我用那个环语梅语迪士尼的教材 大概从一岁的时候开始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她环语迪士尼英文 如果你有录完她的所有的作业的话 就可以参加毕业典礼 然后得到这个毕业证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国小一年级的英文考卷吧 还有就是有另外一个影片 是录国小一年级的英文课本 给妈妈们做参考 还有这个就是她上学期的英文考卷 新北市的国小 然后108学年度等于是2019年的上学期 然后英文科考卷 第一大题就是老师会放CD 然后他们需要听到圈的字母 像第一题是圈A 然后她就圈小写A这样子 然后第二大题听大写字母 第三大题圈出听到的单字图片 像是Apple Dog Chicken Lion 第四大题圈勾选正确的图片 Stand up Sit down 或是Hi 其实我不知道她的考试考什么 他们都是听力的 因为公立的国小没有考听写的单字 背面 背面 仔细听将单字听到图片的顺序 写下1234 所以看来就是Airplane Goat Egg Tiger Monkey 然后第六大题是圈配对正确的大小写字母 小写J 配大写J 小写K 配大写K A 第七大题是连连看 这里有单字出现了 但是这些单字没有要他们背出来或是默写 就是只有单独写 然后最后一大题是写大写A小写A 不过像他这里有写错 但是老师没有让他扣分 可能是因为一年级上学期 觉得他们第一次考月考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一年级上学期的考卷 好 这个是另外一张的考卷 一样新北市的国小英语科一年级 第二学期就是2020年的我们这一学期下学期 一样第一大题第二大题听写到圈出大小写的字 然后第三大题就是老师一样有念图片 念音然后他们全图片 这些都是 所以他们这学期有包括数字 open the book close the book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们课本里面的图片 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课本的 我还记得他叫做什么 然后背面有听到的单字按照顺序写号码12345 其实跟上学期的都很像 就是大写NN圈小写NN 然后图片连字 我想这个应该是小朋友他们要特别记一下这个棉被 quot net 比较难 然后这里 他其实会写 但是就是写 写超过了 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大小写的正确的位置写 Q O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他的一年级上学期跟下学期的英文 月考考卷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看数学 数学考卷 顺便告诉大家 新北市国小数学科一年级 10 10 敬畏的加减法 点点看 7 就是填数字 8 19 读作 89 十位数 个位数 然后 算这个 比较长短 这个胶水 四格 就是有几个长度 然后这个有几个长度 就是在交比例尺的 还有加这个是要排看图回答问题 他是小刺猬是第50个 那请问 鳄鱼是第几个 就是五十四九四八岁 第48个 那鳄鱼之前有几个小动物进去了 有47只 就是猫咪排在第几个 就要从五十五一五二五三 这样子算 然后你看这是他们班的成绩 考一百 松儿是一百 但是考一百的有六个人 九十到九十 九十九到九十有十六人 八十有十五人 现在的国小他们不能有 就是没有排名 但是老师月考的时候 会给我们这个组句表 然后另外在学期末的时候 前五名的人 会知道自己是前五名 哪一个小奖状 然后比比看一支 水彩笔和几支蜡笔一样长 所以他们就要算水彩笔和两支蜡笔一样长 那两个胶水和几个橡皮擦一样长 和四个橡皮擦 然后这个就是拼图游戏吗 看看哪一个可以拼进去 烤箭背面 然后一样放图形 你要移动哪一个三角形 才可以变成这个 这怎么这么难 第一眼还看不出来 要移来这边 它才可以变这样子 接下来要算 有几个积木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积木 八个积木 左边的图形 可以从右边哪一个积木印出来呢 像圆形就要找圆柱体 他写对了 但是老师说请圈 好 因为他都很随性的圈一个圈圈 然后最后就是应用题了 应用题真的就是考阅读能力 他考了五个蛋塔 安琪考了八个蛋塔 两人总共有几个蛋塔 桌上有十四杯汽水 喝掉酒杯 还剩几杯 雪宝 是艾莎公主的雪宝 到半沟大楼六楼打电梯 以上升了七层楼 雪宝现在在几楼 13楼 艾莉买了八个甜甜圈 贝拉比她多买了六个 贝拉买了几个甜甜圈 所以你要先画艾莉的八个圈圈 再画贝拉的八个圈圈 再加多买了六个圈圈 8加6等于14 就是这样子咯 所以数学考卷 英文考卷 国语考卷要看吗 下次再看好了 给大家看主剧好了 国语一百分的有一个人 九十九到九十分有十八人 八十九到八十分六人 七十九到七十分一人 六十到六十九也一人 大概就是写生字 造句怎么写卡片 选读音相同和不相同的字 还有造短语 耶我们介绍完英文考卷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松儿要我告诉大家 他现在最喜欢的角落生物 是这一只 就是假蜥蜴 也就是恐龙 和这一只 真鸡鹅 所以他现在 原本最喜欢的白熊 已经变成最喜欢恐龙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松儿 告诉他你最喜欢哪一只角落生物 耶 拜拜